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阿翔日前在FB直播,邀约到了九位在台湾媒体曝光的甜妞与谢欣颖,两位影后级人物一同宣传电影蓝色项圈,阿翔在直播前焦躁的狂喊,惨了惨了,这两个影后我哪能控制啊? 除了上网勤查资料外,阿翔也直接请教胡瓜要怎么跟甜妞互动,胡瓜直说甜妞是很好玩很好相处的人,跟阿翔说不要担心,把直播的流程hold住就行了,甜妞看完电影首映后,冷汗直流的说我都不知道我拍了这么恐怖的电影,阿翔也捧场直呼果然是影后,自己演的自己都害怕, 为了缓和气氛,阿翔也特别准备互动游戏,三人除了玩夜市的套圈圈与心脏病外,还玩了颜色字卡的游戏,在准备完颜色字卡游戏前,谢欣颖跟阿翔打赌包场电影,两人打赌甜妞能否赢过阿翔的分数,而甜妞矛起来玩游戏,最后赢得了颜色字卡的比赛,让阿翔说这真是我输最惨的一次了, 但阿翔坦言,包场电影还可以挺国片,算起来我才是真正的赢家,让甜妞夸赞真是好孩子 阿翔,钟,邀请甜妞,又,和谢欣颖,佐,参加直播 时代创意提供,阿翔,钟,邀请甜妞,又,和谢欣颖,佐,参加直播 时代创意提供,阿翔,佐,挑战失败将包场电影 时代创意提供 Natasha